《陳城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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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灣大家所 最熟悉的畫家之一 除了他的藝術表現 驚人之外 他所遭遇痛苦悲慘的結局 也是大家所感傷的 那麼這一件作品 是《陳城坡》最後一張作品 創作於二二八事件前戲 那麼描繪的是透過玉山的眺望 感受到一種濃郁的心情 這一張作品可以說 是陽光還沒有出現的一種瞬間 白色的玉山好像 籠罩在陰玉的光線裡面 這樣的一種情感 讓我們感受到台灣 也有那麼令人不快 令人哀傷的過往 玉山是我們台灣 心目中的聖山 大家對於玉山的經驗 都是一種 宏偉壯闊雄魂的樣貌 但是這一張楊三郎的作品 它反而將玉山表現出 遙遠朦朧的美感 透過兩邊的高聳的樹林 更加顯得玉山的秀美 我想從秀美來看玉山 這又是另外一個角度了 廖季春在台灣美術史上 被稱為色彩的魔術師 他很難得的為我們表現的這一張 阿里山的雲海 雲霧、空靈感 向來是水墨重要的題材之一 在油畫作品裡面相對的稀少 但是我們看到了這一件 廖季春的作品 它卻把虛空透過色彩的變化 透過時間的變遷 將雲霧的表現 一點一滴的 一分一秒的 消失的這一種感覺 感受到時間的瞬間的變動之外 也可以感覺到 雲海的壯闊的感受 尋找台灣的色彩 帶我們走到了中部以及南部 那麼我們主要透過傳統到現代容顏 來呈現中部、南部的豐富的色彩 那麼這一次的展覽 除了三十餘件精彩的前輩畫出來的作品之外 我們有AR、有VR AR的部分是由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的師生來自中的 透過十一位前輩藝術家的作品 來組成一天的時間的變化 那麼如詩如畫 除此之外 我們很感謝郭學福已經會提供妄想三太VR作品 可以看到大道成在1930年代的繁華的過去 也有郭學福又年的回憶三彩船之夢 那麼他如果成為藝術家的過往 這部動畫獲得許多國際的大獎 我們很榮幸地這一次跟國立歷史博物館一起合作 虎年特展 這一次的虎年特展 可以說是史博館的老虎作品 精銳盡出 大家共同來一起觀賞 威風靈靈的老虎的容貌之外 我們也期待老虎也可以將自己的疫情驅散 最後歡迎大家播空來看尋找台灣的色彩 同時也來看虎年特展 謝謝 謝謝 謝謝